Leo聊事記,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11點鐘方向的Viper 那Viper呢,最近他的天梯分數已經來到2900分了 他應該也是可以跟Hera一樣 直擊3000加 以前大家都在開玩笑,鍵盤3000加 因為都沒有3000加這個分數 但是現在呢,真的天梯上 真的要出現地位3000加的玩家 到底是哈特還是Hera還是MVL還是Viper呢 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這個爭奪戰 感覺Hera跟Viper是比較有望一點的 畢竟兩位都是世界冠軍等級的人物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土耳其人這邊的特色吧 土耳其人的特色呢,是他的黃金的挖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那他的槍兵跟毛兵呢,是不能升級的 但是他的大洛馬會自動升級 而且還自帶一點的遠防 讓他的大洛馬成型速度非常之快 那土耳其人呢,他的打法比較圍繞在他的 馬弓跟火槍的路線上 那他的土耳其火槍兵也是蠻好用的 但是重點是現在被削弱太多 登場率已經變得很少了 只要還是遇到馬國的情況下 會出駱駝、大洛馬還有馬弓 作為主力比較常見 後期火炮可以等一下炮兵 就可以讓火炮的射程 變成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火炮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卡布奇 這邊選擇的文明是馬來人 卡布奇最近撞到viper次數 是連續撞五場 連續撞五場 是真的有夠會撞的那種 看到viper就是一直撞一直爽 完全無所畏懼 看到viper就是撞就對了 卡布奇這邊的馬來人 特色是升級時代是有新冥最快的 而且步兵的鎧甲是免費贈送的 所以他很適合打開局的棒棒開局 或者是打這個爪刀勇士 都是可以考慮的打法 那後期的槍兵也是能出 那馬來人的主要打法 還是偏向這個馬 這個強奴的部分 強奴是他帝王時代的主力部隊 後期呢可以考慮轉這個毛相夫 前期的打法還是比較偏 工兵配肉馬或是少量騎士 作為搭配 那他的馬鎧是最廢的 連二錦馬鎧都沒有 甚至連品種也沒有 所以他的大象折扣 通常是要點一下精銳毛相夫 才會比較能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地圖方面 目前看起來viper 左邊這塊黃金比較難受一點 後面這塊黃金很舒服 整體來說黃金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正面可以圍起來不是問題 問題是這要怎麼圍呢 左邊這裡圍到底嗎 真的是要圍到底啊 超級大圍 那viper這邊 這不是viper 這個是carpucci carpucci這邊很早期就開圍了 可以看到這邊在八分半以前 就開始想要把家給圍好 但這邊這個洞有點大 這邊想要蓋 但是已經有織布技術 viper這邊是打了一個18p carpucci是20p 身封建時代 身封建時代這一點的效果呢 讓他 哎呦 viper這邊還在把路趕走 太過分太離譜了吧 這就是世界冠軍 干擾人家吃路的方法 好 路自己回家了 再回去看一下有沒有過來射路 我這一隻肉馬用的很煩很煩 好 viper點下來應龍一幕 好 carpucci覺得想要是圍死啊 哇靠哇靠圍得很快啊 好 正面圍死轉攻兵 viper看到你轉攻兵 我也轉 你轉攻我就轉攻 但是這裡還沒有種田 肉有點極限喔 這裡還在按肉嘛 好 那viper這邊的黃金很舒服啊 兩塊都在右邊 但是主金在前面 但也沒問題 主金的部分正面圍出去一點 前期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就只要擔心自己的軍力不夠 被對方壓寶的問題而已了 所以現在carpucci 重點呢 就是要放在喔 自己的軍事要打得夠強一點喔 看有沒有機會去壓寶 畢竟miper他是一個偏偷的文明喔 偏偷的玩家才對阿 他不管打什麼 都是偷經濟的情況比較多 也是他比較擅長的事情 那carpucci這邊是點出了毛兵 那軍事方面 4隻毛兵 登場了 好 5隻毛兵出來 稍微擋個下 修理一下射箭場 稍微小打小鬧 兩邊應該就是這樣子鬧到城堡時代了 但是viper這邊的毛兵並沒有斷喔 剛剛還在補喔 不到8隻 OK 田趕快灑 前期點下了一個兵工場 肉馬還在輸出 好carpucci點下了一級射 兩邊一級射點的很正常 馬來人這邊似乎是想要打後期喔 那正常土耳其人打馬來人喔 是土耳其人開優勢的喔 不管他是要除馬公啊 或是火槍 都可以克制馬來人的部隊喔 馬公可以打毛相夫 但是毛相夫 這個馬公數量夠多喔 才可以一發一隻喔 甚至要兩發一隻才行 那整體來說 carpucci要活到大後期的話 還是得靠馬來人作為主力 或是要轉強奴出來喔 轉強奴的話 又要遇到 土耳其人的落馬的一點遠房的 這個加成 所以整體來說 土耳其人有絕對的主動權 馬來人是相當被動的喔 你出步兵爪到的話 也有火槍馬公 去跟你做應對 也有這個大落馬 也可以去追對你打 就算不打大落馬 我打一般的重裝騎士 也是三攻三防 品種分動技術 該有的都有 所以土耳其人是非常全能的喔 只是缺點就是不能打垃圾兵 但是遇到步兵文明的時候 垃圾兵也沒什麼用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這個垃圾兵不能用的問題 好 MBL 不是MBL MIPER這邊點下了品種 好 品種點下了 這個村民 殘血的拉走 繼續修 這邊肉馬 高打低 打這個房子打得很快喔 但是一匹馬被點死了喔 MIPER應該要把殘血的肉馬放回家裡 待會生到城堡時代修道院一補 把這個肉馬殘血的補回來 不然這個肉馬送掉太可惜了 畢竟會自動升級為輕騎兵 而且還自帶一點的遠方喔 好 殘血的拿下 MIPER果然送了這匹馬了 這樣就很虧了 好 後面家裡圍一圍 卡布奇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最後正面是防守成功了 好 卡布奇這邊城堡時代應該會直接轉出城堡 五人挖石頭 可以看到這邊挖石頭挖得很早 這邊是要先開3TC 後轉城堡防守祖精策略的樣子喔 好 祖精直接補一個城堡中心 3TC 第二個TC要蓋哪 蓋這嗎 還是要蓋後面一點呢 直接往後蓋也可以考慮喔 農田 二級農田 又要補嗎 不補 先補了一個凍裝長槍兵 那VIPER這邊是繼續按ローマ 反正我ローマ會自動升級 那這裡再拉個村民過來蓋房子 左邊也稍微為時 卡布奇採取了堅守不出的策略 那卡布奇這邊點下了護衛技術 MIPER這邊則是前置了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來強攻了 原我已經看到你的城鎮中心了喔 看到城鎮中心 我就可以從這邊高打滴 直接砸爆你的工程 欸這個 城鎮中心喔 喔 所以我這邊高地 好吧 我看來是有為死的 這個洞看起來有點危險 在補了一個房子 槍兵出來 稍微擋下新騎兵 還會點下了二級伐木 節奏打的算是很正常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正常的ローマ 等護衛器 給壓力 ok 等出來城堡 開始蓋出來防守 這樣城堡 就可以守住城鎮中心了 好 偷石車想要過來偷砸一下村民 有機會嗎 鑽這個小洞 太遠砸不到 酷了 這個來得及跑嗎 偷石車 城堡快要蓋好囉 走斜的 應該打不到 好 ローマ結果突破了正面的防線 這一波衝進來 miper會有點小賺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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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點難受了 看不起這一波 家裡 裡面還好沒有太多村民 只有這一區有村民而已 這裡是25村 直接被騷擾 好 25隻村民都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卡布奇趕快按出一些槍兵 跟爪罩勇士出來應急 擋住這些肉馬騷擾 好 爪罩勇士來了 但是村民也是一個回頭 想要反殺肉馬 但是輕騎兵跟刺頭不一樣啊 防護力已經變成2點 近戰防護力2點 就意味著村民怎麼打 都是1滴 這面直接硬吃 卡布奇這邊勢必要死個石村起跳了 哇靠 死了石村 誒剛好死村嗎 栽刀12村 好 左邊還有5隻肉馬 正在繞 槍兵過來攔截 戳到了 Vipe這一波沒有空好 直接死光 兩隻 差一點 好 又溜了進來 Vipe這一波打得很好 直接把卡布奇的村民吃光抹進 好 再繼續過來打 結果殘行的村民都沒有拿下嗎 哇 多拿了兩村 好 這一村還在單挑 OK 再拿一村 再一村 有機會嗎 哇靠16村 Vipe太狠了 太狠了 好 正面的部分 暫時展出了馬功 看你轉槍兵 我就轉馬功 圖爾西人 有各種方法 可以壓制住馬來人的打法 那現在圖爾西人比較害怕的是大量爪刀這個問題 因為馬功的射擊速度 並不是像工兵這麼的快 拉打的話 還會被爪刀給追上來 所以卡布奇這邊那個可以考慮打法 就是抱大量的爪刀 給他更大的壓力 讓工程器的壓力也更大一些 因為其實奴炮啊 或者是投資車 都很害怕這種高速靠近的單位 而且又造價便宜 這種東西都是比較麻煩的 這麼肉嗎 還在溜進來 結果村民還在手撕 還好這邊村民是高打滴 肉馬是滴打高 傷害比較差 弩炮過來 幫忙想要輸出 但肉馬又回頭 繼續砍 這邊滴高打滴 直接收了一吋 再一吋 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viper開局 30分鐘 收了20吋 這怎麼輸啊 viper怎麼輸啊 哈哈 太穩了吧 好 Coffish這邊戰毛兵點下了 正常的防守 戰毛防守 馬攻 沒有走弩炮路線 那也沒有走布弓兵 都沒有走一些特殊的打法 或是正規的戰術 那Coffish這邊要打贏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走布弓兵路線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正面突襲或是騷擾 對方沒有戰毛兵的升級 情況下 viper就只能用奴炮 所以會相對來說被動一點 馬攻過來硬吃奴炮 出弓兵的話 也不會吃得太有優勢 所以我覺得Coffish這邊的 城堡時代的騷擾重點 一定要圍繞在奴兵的 升級身上 但如果他不出門的話 那就其實沒差了 戰毛兵稍微守一下就行了 看來Coffish的目標是在帝王時代 而不是在城堡時代 這裡沒有轉弓兵 就意味著他要不交流了 好 viper這邊再來把地圖探名當中 唉唷 這裡看到對方的戰毛兵 馬攻 生女撿了聖物 好 爪到過來 直接收掉了 這個生女 生女倒地 viper讓第二隻生女過來 要把聖物給撿回家 viper現在在把地圖探名 把這個聖物全部抱回家 現在有幾個了 哇三聖物 第五個聖物在這裡 這樣就有五聖物了 viper五聖物 capture 零聖物 那這樣子壓力就很大了 五聖物的問題 哦 這裡還把聖物放下來 去招想爪刀 搞定了 這兩隻爪刀的騷擾 viper這邊常常做了很多細節 平常是會有點難看到的 但這個就是圍繞在他手速夠快的關係 還有更好的大局關 知道對方這裡轉什麼 我就該轉什麼 我該做什麼事情 viper都很清楚 那viper如果遇到大量的爪道的話 也可以考慮轉劍兵勇士 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缺點是沒有軟甲技術 好 這裡直接砸了一發 頭車砸掉了大量戰矛 這一波戰矛直接虧不成軍 capture材料二攻防戰矛兵 但是遇到肉馬 或是頭車之類的 還是顯得被動一些 好 周圍把這根城堡往外蓋 這裡的石頭多於能控住 帝王時代也可以研發下去了 viper的村民處目前是在此領先的 105村對上93村 看起來viper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這裡馬功部分可以再多彎一些 好 帝王時代補下了 現在兩邊準備帝王決戰 好 馬功再慢慢溜過來 看看能不能抓到後面花金礦村民 但其金礦並沒有 你看viper他會直衝黃金礦喔 好過來看一下沒人 看到你馬功往後衝 那我的爪道就往前囉 爪道直接收掉了三隻僧侶 村民也被壓制住 哇這個馬功一漏頭 讓卡布奇有往前衝的機會 但是viper也是蓋寶 接下來點下零貫 彩翼騎兵 讓馬功增加20滴血的血量 那到了重裝馬功的話 血量就會變成100滴血了喔 100滴血的馬功真的很難產啊 超級難打喔 血量太多了 好 viper這裡沒有轉兵 馬卡的部分 二攻還沒有點下 三防應該會 三防應該是會晚點點 會先點個三級射 然後再點個三防 會比較適合現在的流程喔 好 戰毛兵打馬功還是很好用 但是後面有大量槍兵過來囉 戰毛兵來了 再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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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掉 再躲 立陣躲 但是還是被點掉 喔 這一波viper 落馬送光 馬功被戰毛兵給逼退走了 好 增加了真兵技術 viper這裡火炮可以馬上按喔 免費的化學 讓他走馬功的路線相當舒服喔 只缺一個三級射 就已經點滿 該有的射程跟傷害科技了 這下重裝馬功 整體來說 viper走馬功路線是相當舒服的一個文明喔 Coffee這邊點下了化學 化學點完 火炮開打 先剪掉一台巨頭有機會嗎 戰毛兵 稍微反制一下火炮 火炮打一百下 磁毛才有可能收得掉 火炮很努力在打炮 但是後面有點危險 這個防止 對要敵掉 好馬功站後面 巡弱 但是巨型投資機工程有點快 viper這邊修不回來 再一發拿下 但是火炮已經打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但是他這裡有四台 OK 那如果真的要一發集火點掉的話 要三台火炮才行 所以現在viper要讓火炮活下來 來到三台 那這邊馬來的三台巨型投資機就危險了 但這個巨型投資機好像要直接拆掉 後面的工程器製造所 90% 但是有一台火炮被點掉 又變成兩台火炮了 哇 吐了 viper這一波被壓制回去了 Coffee這波打得很好 好 雖然損失了兩台巨頭 但是城堡成功拿下 這樣對viper來說壓力非常巨大 好 還有點下了拇指環 還有安心的戰術三級射 忘了點 好 三級射要補一下嗎 欸 點三級伐木 啊啊啊啊 三級射呢 三級射要不要點呢 好爬回去這邊三級的工兵鎧甲 打 點了 要小心 火炮 兩個火炮都被收光了 Huff這波戰毛打得好啊 哇 39隻戰毛 給到壓力真的大 OK現在 viper沒有三級馬凱 被戰毛兵打有點痛 大概兩滴血了 好三級射 不知道會不會忘記呢 好viper這邊買了兩百食物 繼續按肉碼嗎 碼攻升級 似乎忘記了什麼 好左邊的野金被偷挖 viper好像看到了 咱們居然偷挖我黃金 太離譜了 好 右邊已經蓋了一根城堡 防守附近 應該問題不大 OK 開始射了 很難受 和兩隊 哇這個城堡的射程非常好啊 又可以再抓著馬弓 好 直接控住你的附近 好 過來看一下你的石頭 都有人 戰毛兵在正面 找不到對手可以打 弱馬抓掉這邊挖金礦村民 戰毛兵過來擋一下 三級馬開補了 三級射 終於發現沒有點 手有點短 好 最後這些馬弓 還是抓了一些村民 他不去這邊地勇時代 並沒有打毛創夫 而是全槍兵 垃圾兵路線 配上火炮的一個打法 好 結果這個肉馬 直接原地站崗 模式送掉了 好 但是有抓掉火炮還不錯 好 viper這邊補下了更多的射箭場 這邊射箭場 是要轉馬弓嗎 還是要轉個 也只能轉馬弓 除了其的射箭場 沒有東西能打 帝王時代 奴兵也不能升級 火槍兵也打不定戰毛 打火槍的機率 我覺得還是不高 雖然他的射箭場 火器單位 血量比較多 現在火炮可以高達100滴血了 一般的火炮是80滴血 走火槍兵血量雖然是多 但是 沒意義 現在打這個槍兵 靠馬弓就行了 好 現在 myper要打贏的話 重點可能還是要 轉 轉兵 看要不要轉 劍兵勇士呢 劍勇 其實很好打槍兵 配戰毛的路線 但是少一個軟甲 會稍微有點可惜 不要 打槍在後面 慢慢生產當中 viper這一波被壓制的墳產 卡布奇正面進攻 這個城鎮中心要被拿下 等級城堡已經先倒地 viper把這個城鎮中心硬修修了回來 後面馬弓一直在輸出 然後 露馬也在擋住這些爪刀勇士 viper的三級大弱馬已經研發好 遠防七點 你的戰毛兵也是七點 怎麼打都打不穿這些鎧甲的 OK 馬弓配露馬 既然的後期 很好的組合 但是城堡 又被重新建立起來了 一根堡不夠 你有試過兩根嗎 好 分取這邊生好了三攻三防 這三級還沒有點 只靠的戰毛兵 就把 戰毛兵加槍兵 就把viper押在家裡打 看來這個全垃圾兵的打法 還是有點狠的 打消耗戰來說 Viper會被消的有點嚴重 這裡只能多靠火炮啊 或者是工程器來處理了 但是如果他要轉工程器的話也沒工程工程師 所以這邊就會顯得有點矛盾 要不該轉重型凝炮 或是繼續用火炮打炮 這會變成 Viper選擇的一個焦點喔 好 這一坨大洛馬上去想要硬吃 但是馬弓一直被點有點難受 馬弓趕快把香檳點光就完事了 大洛馬上去直接硬吃 吃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這一波戰毛兵死了有點多 只剩下11隻 但是 Viper的馬弓也剩下22隻 後面的火炮還在輸出 後面還甚至點出了巨型投資機 這一波工程可以攻得很快 COPF這邊努力在修城堡 但是城堡應該是修不起來 3台5號加上2台巨頭 打的傷害非常高 好 上面的部分 中午要解掉這些槍兵 大洛馬還在往前補 終於拿下這座城堡 左邊的槍兵想要來騷擾 挖野精的村民 但是一直有槍兵在駐守 這一波COPF城堡又掉了 還是要再買個石頭呢 再蓋一棟 2根不夠 你有刺過3根城堡嗎 好COPF看來是要放棄了 這一波進攻 沒有打算繼續強攻了 石頭有點缺 好巨型投資機被點掉 馬弓佩洛馬 這一波 馬弓點 動作馬弓還沒有機會可以找到 10斤你點下 這時候差不多可以點了 900肉 來一下 900肉 加上500斤 可以點了 重裝馬弓升級一下 右側的部分 大洛馬 抓到了挖石礦的村民 這波直接失光 MBL 不是MBL viper 右邊的火炮 去攻城 這個是有取消嗎 看一下 好像沒取消掉嗎 有取消 有取消掉 退款了362塊石頭 剛想說沒取消這也太灰了吧 好 vip中點下了重裝馬弓 就重裝馬弓之後 正面扛在毛邊 傷害也會更好 好 那現在vip的重點 可能要把肉再更多一點了 但是現在肉太多的話 木頭也會缺 因為畢竟馬弓跟火炮都需要木頭 好 馬來人也轉出了火炮 但是viper現在的火炮 是有炮兵的 所以viper應該還是會更有優勢一點 好 大洛馬直接上去 抓掉了巨型投資機 第二塔也能拿下 後面這根城堡要被蓋起來 viper是不是要回救了呢 但是viper決定要正面進攻 這根城堡一個人慢慢蓋 法刀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在蓋城堡 但這根城堡被拿下 但是viper這邊也很難受 這裏農田已經被入侵進來 看不起這個槍毛怪 能不能 拿下viper呢 這邊大洛馬再再次上前 先收掉巨型投資機 好後面的城堡 再次補上了 好火炮直接硬點 點掉了槍兵 好直接攻城 城堡血量掉得很快 已經半條血了 後面村民放出來 想要修理 但是大洛馬在旁邊追著 但是村民應該是難討意識了 ok 城堡拿下 這根城堡最後是沒有做到任何的攻勢 直接又擺給654頭 但是viper一個人蓋堡也被懲罰了 血汗老闆viper 一個人叫村民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這是能者過老村民 好那現在土耳其人大洛馬繼續按 問題是要怎麼扛得住呢 雷爪都還在輸出 火炮拉過來 好現在城堡 還有20% 好正面的部分 槍兵跟戰矛 去壓制 大洛馬壓了過來 這一波抓了很多村民 viper這一波 哇靠 前面這裡好像有點慘 好不許這一波 太被動了 沒有辦法打 而且三級攻擊才補下 但是正面也吹了進去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馬公主力在右側 但是馬公主力在右側 這裡抓了非常多村民 畢竟抓了22隻的村 現在卡布奇的村民數只要77村 但是viper家裡也是無人防守狀態 現在兩邊 這是換家的時間 你能換我 我也能換你 但是右邊這個城堡也被拿下了 而且右邊城堡也被建立起來 viper這一波 可能要把卡布奇給射穿了 但是卡布奇的進攻速度有點偏慢 但是viper的村民數也在下降了 終於想到有裝甲步兵 可以升級 轉劍勇吧 A就完事 劍勇開始補長劍兵 先護衛技術練甲 現在有足夠多的資源了 馬公主進來 看到你這個垃圾大局 轉劍有 A就完事了 趕快把兵給補起來 卡布奇有注意到嗎 viper已經在轉劍兵勇士了 好像沒看到 好但是五個聖物被打噴出來 viper現在有點小小斷金 黃金只剩下九個人在挖 但是以資源量來看 卡布奇只剩下48村 打viper的102村 怎麼看卡布奇都已經 要GG斯米達了 看起來是有點在回暖了 這個經濟有點寒冬 經濟寒冬 好雙手劍兵補下了 好現在 板甲技術也點下了 馬公拉了過來 劍兵登場 雙手劍兵出來傻眼 但是沒有軟甲 而且也沒有三級步兵鎧甲 既然暫時其實還打不太贏戰毛兵的 但是有三級步兵鎧甲 畫面可能就不一樣了 好白粉的雙手劍兵 要被戰毛兵給秒殺 OK先拿光 劍兵有事點下 修道院重新補下 劍兵開始往前推 更多的劍兵來了 開敲 好 雙手劍兵開朵 三級防來了 戰毛兵往前 沒有看到 viper 這一波槍兵 全部拿下 卡布奇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這一波viper打的是好啊 左邊右邊 直接切你後排 看到你的槍兵跟戰毛往前壓 你就壓吧 那我就用我的馬公跟肉馬換你家 直接換掉你的一半的村民 後面再轉出劍兵勇士 就是開敲你正面的垃圾大軍 只能說卡布奇沒有轉出強奴或是大象 只打垃圾兵 確實有點吃力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